他有沒有意願競選下一次的立法院院長 我是覺得問這一題齁 是你們記者很喜歡問的問題 但是對我來講的話 我現在還是 下一節我是不是立法院 還不知道好不好 謝謝 謝謝 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 也沒有什麼規劃 就年紀大要退休 就這樣 你會做交棒給年輕人嗎 本來就是應該 現在人才很多 本來就是要讓年輕人有更多機會 我已經70多歲了 委員長您昨天有提到說 你預期在台美新年內會建交 我怎麼會這樣評估 沒有那個就是 201810月6號我演講公開講的 這個已經講很多遍了 所以你現在是這樣認為 我那時候講現在也收不回去 我也不會收回去 那我那時候預言 201810月6號你們可以 或者我給他們 我那個演講影片都還在 我那時候就 預估10年內 台美會建交 那你現在覺得還是有可能嗎 就是2028年前對不對 201810月6號 那時候我公開這樣預測的時候 有一點 後來覺得有一點虛 但是好像現在越來越死了 整個國際的局勢 越來越變化 好像那個可能性就越高了 所以你覺得鴻國有可能會斷交嗎 因為現在吳釗氣也就是認說 就有可能蔡英文出訪之後就會斷交 有關紅果的部分 事實上 因為我都沒有參與他們的 我也沒有去問 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這個國防外交委員會 我也沒有去開會 所以我 沒有特別去了解 詳細情形 到底怎麼樣不了解 但是 我是覺得 已經很複雜 因為他牽涉到中國嘛 包括美國 好像也在關注這件事情 所以他已經變成整個 國際裡面的一個 這個好像 大家都說非常觀智 有很多的這個意見 參雜在裡面 所以有一點複雜化 很難預測 那你覺得台美建交 就是中國會不會 就是給予蠻大的壓力的 一定會的啊 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 所以當他們 當 當 欸 這個 兩 他們在都密約的時候 當然對台灣不好啊 但是他們現在 兩個 越來越 這個關係越惡化的時候啊 就會 對台灣好一點 所以就跟我們重修就好了嗎 你說誰跟我們重修就好 跟美國 我想 這個是 應該是不斷的向團推 向前推進啦 不是就好 是建立新好 所以我們如果是建交 但是建立在中國跟美國關係不好 欸 這個是整個國際局勢 不是說只有他們好不好 整個國際局勢 大家應該有看到 你們看一看那個 普習會吧 這個普習會 習近平怎麼講 看了一下就會恍然大悟 好 有可能會就變成正常國家 加入聯合國嗎 會的 我對台灣變成正常國家 是非常有信心 也是在2028年 什麼時候我還不知道 就是 就要看大家努力啊 兩千三百萬人大家一起努力啊 如果有人都一直在做梗燈啊 就不行啊 譬如說你 如果要修憲的話 那一定是要各黨派大家都 都願意啊 共同來修憲才有可能 所以 我是 這個很希望說 大家共同努力 然後 想辦法 讓台灣的自由民主原權法治 這個啊 能夠永遠的確保 讓人民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有一天 台灣變成正常國家 加入聯合國 那這樣的話 我們每一個國民都非常有尊嚴 合得會更快樂 謝謝 現在還不算正常國家嗎 蛤 現在台灣還不算正常國家 現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但是還不是正常國家 謝謝 如果建交引發戰爭嗎 沒有理由引發戰爭啊 怎麼會有理由呢 引發戰爭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全世界196幾個國家 常常在建交斷交 有看到戰爭嗎 謝謝 我這些人的兒子 謝謝你呢 謝謝你們啊 謝謝你呢 謝謝 謝謝 政府绝不会与 中国进行金钱禁服 同时也提醒同国政府 既以饱受债务问题的困扰 切勿引证此刻 反而陷入中国债务的陷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投资的项目 随着断交了 那我们的利益在哪 我们能不能要求赎口 我们能不能要求反而 不是简单的一句说 我们不给你来这个金钱外交 不算 那是相当不负责任 立陶宛得过两百多万人的效果 红杜拉斯来讲 它有将近一千万的东西 那你给一个没有给你正式外交关系的 两百万人的效果 你都可以把价码拉到十二亿 那你对红杜拉斯为什么好心 我觉得吴钊燮的作为 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